中共军队三高级将领同日调整热关注,十几年关中共军队人士在线异动涉及的调整,包括西部战区将领转任中部战区空军高级将领快军种任职陆军,中共军方人士调整引发关注北京时间12月3日据中国澎湃新闻报道,原西部战区副司令韩盛言,已出任中部战区空军司令韩盛言, 是中国空军的一名老将,曾历任原成都军区空军副参谋长,原兰州军区空军参谋长,原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,空军所属试验训练基地司令等,而中部战区空军原司令庄可驻,目前去向不明,现年55岁的庄可驻,一代空军深耕多年,2004年担任空军参谋长助理后,历任兰州军区空军参谋长,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,2011年出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,机身副大军区及2013年7月庄可驻平调至北京军区空军司令,并晋升为空军中将,2016年中共军改原西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,同年2月1日,北京举行战区成立大会, 韩盛元任西部战区副司令,毕时庄可驻出任中部战区空军首任司令,目前与韩盛元搭档的是中部战区空军政委郭普孝,其曾长期在空降兵任职,2017年,接替刘尚亮出任中部战区空军政委,并于2018年出进升为空军中将, 并据报道12月3日,原空军空降兵,某军军长,刘发庆以跨军种出任陆军府,司令机身副战区及将领之列。